白色轿车缓缓开到路口 不过他没有打方向灯 就在路口击杀 后方驾驶按了一声喇叭提醒 没想到白车上下来一名 穿着黄色衣服的男子 怒气冲冲上前直问 不过后方驾驶和乘客 也不是省油的灯 马上下车理论 两个人就在大马路上 发生口角纠纷 地点就在台北市松山区 庆城街口 当时穿着黄衣的男子 在路口处准备要左转 但是他没有打方向灯 被后方驾驶按喇叭 却造成黄衣男子不满 下车理论 过程中后车驾驶 还持球棒挥舞 跟徒手殴打对方 两人打成一团 旁边朋友想要劝阻 还是拉不住两人 警方获报后在中山区 吉林路查获到嫌犯 讯后也被依法送办 敦新闻在台北报道